大家好,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六,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美股,感谢您为视频点赞,也欢迎您成为会员。 传奇预言家Gary Shilling说,标普500将下跌30%,跌破3500点。 传奇市场预言家Gary Shilling日前警告称,标准普500指数可能会暴跌30%,跌至三年来的最低点。 他认为美国经济今年正走向衰退,围绕比特币和AI的热议被严重夸大。 他在接受采访时称,当前的股票非常昂贵,而且非常扭曲。 他还将美股七巨头在各指数中的巨大权重,比作20世纪70年代的漂亮五十股票。 他举例称,科达和保利来等雄心勃勃的股票最终价值暴跌。 他说,当人们专注于股市的一个非常狭小的部分时,实际上就是在说,股市的其他部分没有吸引力,可能会陷入困境。 他是美林的首位首席经济学家,并于1978年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咨询和投资顾问公司。 他说,标普五百指数可能会跌破3500点,创下2020年末以来的最低水平。 标准普五百指数在2022年暴跌20%,但去年反弹24%,今年又攀升了4%,创下了历史新高。 在过去的40年里,他对市场走势多次做出了正确的预测。 Open AI Ultimate野心,筹资万亿美元直指AI芯片痛点。 这一筹资规模叫一些主要经济体发行的国债、大型主权财富基金还要大,甚至令全球整个半导体产业规模相形建筑。 即推出突破性的AI产品ChatGPT之后,Sam Altman又欲筹集数万亿美元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。 据媒体报道,知情人士透露,Open AI CEO Sam Altman正在与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投资者进行谈判,以筹集数万亿美元资金,旨在提高全球芯片制造能力,更好地推动该公司人工智能发展。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,该项目可能需要筹集多达5万亿至7万亿美元的资金。 这一规模甚至令全球半导体产业规模相形建筑。 去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5270亿美元,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每年1万亿美元。 根据行业组织SAMI的估算, 去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为1000亿美元,从企业筹资标准来看,奥特曼所讨论的金额也是非常巨大的,较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国债,大型主权财富基金还要大。 今年美国企业债务发行总额约为1.44万亿美元。 知情人士指出,奥特曼建议OpenAI各种投资者、芯片制造商和电力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, 他们将共同出资建立芯片代工厂,然后由现有的芯片制造商运营,OpenAI将成为新工厂的重要客户。 在人工智能需求激增的背景下,人们对芯片供应和运行芯片所需电力的担忧与日俱增, AI芯片领导者,英伟达的芯片一直供不用求。 奥特曼的目的就是解决制约OpenAI发展的各种因素,包括训练ChatGBT大模型的AI芯片的稀缺性。 奥特曼经常抱怨称,没有足够的GPU芯片,支持OpenAI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。 美国商业地产危机席卷德国银行巴克莱之招,有担保债券或成救命稻草。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表示,对于处于美国商业地产低迷蔓延前沿的德国银行来说, 有担保债券和存款可能为其带来一线生机。 随着投资者仔细审查德国银行贷款中的不良美国贷款, 这个DFIPPB和AB这两个银行的无担保借贷成本不断上升。 这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依靠更可靠的资金来源变得至关重要。 以CC为首的巴克莱分析师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, 对银行来说,保持进入存款和担保债券市场的渠道仍然至关重要。 他们写道,这是银行短期内需要管理的关键变量。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在利率上升的高债务重压下苦苦挣扎, 美国商业房地产风险敞口正不断影响着全球各地的银行, 迫使他们减计贷款价值。 PPB周三表示,该银行已增加了贷款损失波倍, 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。 AB去年11月报告称, 美国不良贷款的价值就要上年增长于4倍。 PPB还指出, 该银行目前还没有迫切的融资需求, 在需要在无担保市场进行再融资之前, 它还有6个多月的缓冲期。 该银行发言人GB在回应中称, 自去年夏季以来, 该银行已发行了6种基准规模的有担保债券, 基本上满足了2024年的需求。 AB的一位代表拒绝对巴克莱分析师的报告发表评论。 据了解, 有担保债券是资产, 是由资产通常是抵押贷款, 担保的, 最安全的银行债务类型。 正因为如此, 这些债券的收益率往往是银行债券中最低的, 对银行来说是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。 相比之下, 无担保债券没有任何担保, 资本结构越低, 其价格波动越大。 根据数据显示, PPB发行的ATE债券是风险最高的银行债券, 在过去一周内, 已从每1欧元面值60美分下跌至近35美分, AB的ATE债券则下跌10美分至75美分。 目前尚不清楚随着价格下跌, 有多少债务实际转手。 过去一周, 这两家银行的高级债券稀差也有所扩大。 不过, 有担保债券的发行并不总是一番风顺。 据当时的报道, AB上个月提供的有担保债券的需求疲软, 这表明资产担保债券投资者也在给不同银行进行分级。 飞机师写道, 我们看到的主要风险是,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PPB和其他专业房地产贷款机构越来越谨慎, 因此我们看到德国有担保债券的稀差分化风险增加。 好, 我们今天周末继续挖掘利润, 是吧, 复盘热门的标的。 我们先看一下木特写推的PATH, PATH。 PATH的周线图在本周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打烊线, 表明什么? 表明后续上行的概率高。 那我们在周五复盘的时候也看到, 实际上市场呢已经开始要摆脱这个底部啊, 潜在的头肩底架构, 对吧? 那么周线图, 头肩, 左肩, 右肩是一个长长的横盘, 突破颈线, 是吧? 其实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倾斜的, 对吧, 颈线, 但是横向的也都可以, 看, 猛的也拉起来回落, 直跌, 对吧, 那么接下来呢将去挖掘更高的利润, 我们把这些阻力区可以画一画, 最高点是到90一代, 那么现在是26块钱, 那我们当前应该怎么挖掘呢? 就是往上挖就可以了, 是吧? 一直往上走, 最高点我们看, 这300%哈, 跳高一点200%多, 250吧, 对吧, 周线图可能感觉还是要长的感觉吧, 说会不会跌, 我们说一切都有可能, 因此多头呢, 当然第一反应还是要往上看, 是吧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嗯, 日线还是有上上的一个意图, 说在跌下来怎么办, 我们就要守住这根趋势线哈, 同时画一些偏陡峭的局部多头趋势线就可以了, 对吧, 嗯, 说会不会直勾勾的运动, 有可能哈, 因为它是直勾勾的下低哈, 就有可能直勾勾的运动, 嗯, 对于小白骨的, 我们还是要多一个心眼, 因为有时候小白骨也有可能迅速的反转向下哈, 我们也不敢保证哈, 一定会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去走哈, 但是呢, 整体而言, 我们观察下来, 还是符合预期的更多一些哈, 那么对于一些突然不符合预期的多头啊, 见识不妙就应该跑掉, 对吧, 那么这个不符合预期吗, 现在符合, 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提醒, 因为小白骨很容易变盘, 我们看一下纳威半导体的周线图, 这个图的周线图不喜欢啊, 网友问的, 那这个图呢, 实际上它也在做一个助体的运动, 分析一下吧, 我们把阻力区换一换, 那么有没有趋势呢, 我们可以简单换一个趋势, 比如说就这两个点吧, 一连发现正好是一个趋势, 说近期有没有下跌趋势, 背地转有啊, 这来一个, 我们看到下跌, 突破回踩止跌, 那周线图正好是一个止跌架构, 是吧, 或者是啊, 这走了一波, 然后又下来, 那再下来还是啊, 突破了, 对吧, 马上突破了, 这就是多头啊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嗯, 对吧, 直沟下行, 直沟上行, 直沟下行, 再上, 那么下周呢, 如果在这里稍视横盘停顿, 然后直接就应该, 理论上技术上应该做多, 去尝试突破8块5这一点, 再次去测试11块1这一个点位, 对吧, 好, 这图过, 我们看见半导体行业整体, 半导体行业整体的周线图, 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呢, 这样的感觉, 空头比较弱式的感觉, 多头大波段, 一根K线阴线是吧, 一根阴线, 这跌走起, 阴线跌不动啊, 跌下就弹起来了, 对吧, 那么本周呢, 又是漂亮的大阳线, 看涨吗, 看涨啊, 这不看涨怎么办, 这就应该看涨是吧, 这种图, 说还要再挖掘百分之百的空间吗, 是的啊, 甚至更大都是有可能啊, 当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了, 那至少目前呢, 还符合我们的预期, 说他什么时候掉头向下呀, 我们一再说,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头向下, 他只要不掉头向下, 就不掉头向下, 对吧, 不要去猜, 猜不到, 这些阻力区会怎样, 由于我们是顺势往上看, 阻力区呢, 可能看一看一些回撤是吧, 而不是反转为空头, 说万一反转为空头呢, 那我们的趋势线呢, 就成为最后的这个安全的边际啊, 跌破的话, 我们自然会发出警告啊, 发出预警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日线多头强吗, 是的, 比较强, 对吧, 新的一轮多头又来了, 说现在还能做多吗, 是的, 还能做多, 对吧, 去挖掘百分之一百的空间, 甚至凸上去就更高了, 对吧, 说半导体行业真强, 是的, 你刚才看到OpenAI领域, 人工智能, 其实也跟半导体产业密切相关, 他们还要在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, 融资七万亿美元去做相关产业的布局, 所以不知道是吹的还是真有此计划, 不过呢, 至少少偷一点也是会偷的, 所以这个行业呢, 应该还处在发展的初期, 说半导体还在初期, 是的, 嗯, 结果确实是这样啊, 要不然还投什么资呢, 往往初期啊, 有这个未来预期的, 对未来预期比较乐观的, 才不断的投资是吧, 过去啊, 过去这个过去就过去了啊, 现在开始又来了啊, 我们看一下open, open的图, 周线图给人什么感受, 你看, 看着, 拉升, 回落, 拉升, 回落啊, 你看那回落, 深度变浅了啊, 你再看, 过去这三四周, 是不是空头不愿意数值下跌了, 为啥, 因为空头也看到了, 之前是偏正当上行的态势啊, 那应该做多吗, 应该啊, 我们看到近三周的周线呢, 反反复复的指低, 对吧, 那么这样的话, 包括本周周线呢, 也是强劲的多头啊, 所以上上的概率略高, 将再次去尝试突破五块钱这一代, 那么一旦突破呢, 将去挖掘到300%的这个位置, 对吧, 这个位置, 那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, 最乐观的情况是哪一种呢, 10倍, 1087%啊, 现在是3块5嘛, 这是39嘛, 这不就10倍多吗, 3.5乘以10, 就是35, 对吧, 再加一个3块5就是39, 正好10倍的利润是吧, 11倍的这个涨幅, 当然那是最最最最陡跳的啊, 我们对于小板股不会一直预计它持过购啊, 也要适当的不断还交易, 因为它有时候回撤的深度也相当的可观啊, 非常的深, 看一下日记, 你看, 日线图下跌, 突破回落, 来生再次回落啊, 因为前两周啊, 有这个政策面和消息面啊, 这周啊, 终于给出一些纸对的迹象啊, 对吧, 应该做多吧, 说万一跌下来呢, 跌下来其实值总空间很小了, 相对于巨大的一个潜在的利润空间来说, 值总空间很小啊, 我们刚才说过哈, 对于小盘股呢, 你不用太怕, 但是一旦出现不妙的情况就先跑了, 它出现不妙的情况了, 没有, 是吧, 没有, 没有出现不妙的情况, 有没有可能出现不妙的情况, 有啊, 但是你不能提前知道哦, 所以呢, 啊, 我们该做还是得做哈, 勇敢的去做啊, 但是啊, 就知道啊, 出现负面新闻的, 或者负面事件的概率有, 但是偏低啊, 你不能老是怕一些概率低的事情发生, 就不愿意去做, 是吧, 毕竟它不可以, 它也可以不发生吧, 嗯, 好, 我们看一下Football, Football的周线图也是, 本周周线图跌下来谈了起来, 本周呢, 应该是出现负面新闻啊, 不过呢, 整体的布局呢, 还在处在前在头肩底的右肩附近啊, 它是正来正去嘛, 是吧, 刚才我们有一个图, Pass, 是不是也是正来正去的呀, 啊,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Football, 是不是也要在这里正来正去的呀, 嗯, 好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日线图呢, 我们周五也说了啊, 这个图呢, 突然跳空往下走, 哎, 又谈了起来, 那这种图呢, 长得有点像UPST那张图啊, 所以呢, 接下来一周到两周, 我们要看这里止跌的一个情况, 那么后续呢, 给出下跌区圈的右侧点位, 还是要重新再次回归做多的, 对吧, 好, 这图整体上目前不能以过于悲观的思路去看啊, 毕竟还是处在下跌区圈的右侧啊, 是吧, 还有PayPal也是类似啊, PayPal这个图, 看一下周线, 那么他呢, 也是在这里震一震啊, 也就导致我们啊, 这个原来预期第一浪继续涨的这个情况呢, 变得复杂了, 就在这里反反复的横盘, 说这横盘啥意思呢, 需要震荡起盘, 是吧, 有点这意思哈, 你看本周周线啊, 也有长长的上影线, 长长的下一线, 本周是根阴线, 就表明市场啊, 在这里有人认为这里是底, 有人认为这里还不是底, 市场开始有分歧, 才会这种周线级别的无需震荡, 是吧, 这些K线, 我们看一下日线, 哎, 这图跟刚才这图还有点像啊, 突然跳空窃口往下砸, 然后弹起来, 所以这个第一浪的这个趋势上已经被跌破了哈,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它是第二浪的一个无需震荡了, 行吧, 可以少量的布局啊, 二浪啊, 直到看到持续多头啊, 多头持续的回归, 包括一些右侧直接架构的时候, 再慢慢的加仓就可以了, 整体上并不是太悲观哈, 不过这个图呢, 有点乱啊, 感觉, 不像, 不像PASS那个图规律一下, 再观察一段时间, 嗯, 我们看一下Snow, Snow的周线图也是周线图啊, 直勾勾的往上涨, 看到吧, 周线图两周了哈, 三周了, 要阳线, 坐坐吧, 坐呀, 我们之前挖掘百分之百的利润, 对吧, 从底部震荡区间就开始关注啊, 关注他, 我估计呢, PayPal也正在处在这些震荡范围内, 对吧, 因为PayPal刚刚弄上去, 所以多头也可以稍安勿躁, 不要说一下就看到绝对的大空头去了, 所以刚才就PayPal吧, 他刚刚有点右侧, 右侧震荡的感觉是吧, 而我们的Snow震荡了一年了, 包括PASS啊, 那这个图现在涨了吗, 涨了啊, 所以多头要把握这种上涨的机会, 说Snow安全吗, Snow是不是巴菲特头那个呀, 不管是什么吧, 反正技术面上已经上去了啊, 摆脱底部震荡区间走起来, 那么接下来呢, 将去测试更高的一些位置啊, 这下图比较健康, 我看一下日线, 对吧, 说还能走走吗, 还能啊, 为什么不能, 对吧, 画好抖条去日线, 只有坚持老师, 坚持看我们节目的, 才会对各种图的节奏, 会把握的准确一点, 这个三天打鱼, 两天上行的, 可能你会错过一些好的架构啊, 但是啊, 现在也还能做, 你看这周线图还能做多, 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图, 比特币的周线图很强啊, 是的, 你看空头, 它其实就一个回踩啊, 说, 比如说, 比特币比, 可比那个coin呢, 还有IoT要好一点, 为啥呢, 因为比特币没怎么升低啊, 而那几个图都跌了一个升的, 但是啊, 在本周呢, 也都是有超级的机会是吧, 而比特币现在应该继续恢复到做多吗, 现在进场还可以吗, 可以, 还可以做多, 你看它周线图刚刚起步的感觉, 这里稍微回撤了一下, 刚刚只跌上周, 本周刚刚拉起来啊, 所以后续呢, 估计还得涨, 是吧, 去测试历史高点, 往上吐, 那么看一下日线, 嗯, 对吧, 它这个, 这个架构跟刚才的半导体行业, 还有点像, 有点像, 说万一带跌下来呢, 你可以画好一个趋势线啊, 使劲跌的话可以减仓啊, 不跌的话, 横简单横盘就继续长, 好, 这个图暂时是这样啊, 我们看下Fastly的周线图, 有人说Fastly周线图, 这几周也是阳线的, 周线级别, 阳线阳线走起来了吧, 这个图我们也是关注了好久啊, 他和那个AI那个图是对比着看的, 这个图现在在涨吗, 在涨啊, 把这个下跌军下还是画一下吧, 这里, 还得涨吗, 是的, 有可能还得涨啊, 那么这个图也要挖掘更高的利润, 170%最高位, 把这个删一下啊, 这几已经达成了这个利润, 是吧, 这几还记得这个这一嘎嘴吧, 跟AI那个图是一块对比着说的啊, 那么现在涨了一个月了, 那么接下来呢, 摆脱这个位置还要继续看涨, 涨到这个位置啊, 涨到60亿的, 现在是24, 还要涨将近两倍吧, 150%, 170%, 最高的位置呢, 是500%左右啊, 136嘛, 这是, 现在是24啊, 还很很大的距离, 对吧,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啊, 一步一步的去交易就可以, 空头强吗, 不强啊, 多头非常的强, 是吧, 他处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吧, 这是日线图啊, 他处在相对的底部, 反转, 洗个盘, 再走, 再往上出, 然后到40亿代再洗个盘, 然后再到60亿代再洗个盘, 到100多亿代再洗个盘, 好, 这是这期节目啊, 还是有相当多的利润, 对吧, 大家可以自己感兴趣, 把握一点点就可以了, 好, 下期节目我们从英伟达, 继续复盘, 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